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闭关五个月 用去了众多的灵武 在无法进击之后 莫无忌出关了一次 他担心断门的门主主曲会对星帝山出手 星帝山的人先强者固然是多 但即便是修为最高的桑采河亦远远远不是主曲的对手 莫无忌刚刚离开星主峰就遇见了池霍尔 池霍尔就好像是一杆标枪一样 站立在星主峰外的护镇阵心处 池冠师 你怎么在这儿 莫无忌落在池霍尔身边疑惑地问道 星主峰被无穷的灵气包裹 同时也拥有整个星帝山最强大的护镇 在没有莫无忌允许的情况下 任何人都无法进入星主峰 所以说这里根本不需要人守护 因此池霍尔守在这儿 让莫无忌颇有些疑惑 池霍尔连忙攻身势力 我一直是星帝山星主的守护者 只要还在星帝山 就必须守在星主峰 莫无忌暗自择舍 这池霍尔估计都有一千多岁了吧 难道在这儿干干守了几百年不成 池冠师 我闭关时间不定 你以后就不用守在这儿了 莫无忌跟着就说 他知道 作为池霍尔这种人先级别的强者 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时间修炼 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守护上头 池霍尔却摇了摇头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况且我就算是站在这里 一样可以借助我星主峰的灵气修炼 见池霍尔不是自己可以劝动的 莫无忌只好说 我闭关期间 星空殿有没有变过 还有 那竹曲有没有继续出手 真兴在各大殿主长老护持下 已经回复了安定 竹曲和那星空狼王皆为现身 除此之外 天池山庄的烟惠梦 前来寻访过星主两回 听说星主闭关后 只说以后来访 池霍尔赶紧回答 莫无忌本来就是想问一下 竹曲有没有来 听到竹曲没有出现 已经打消了继续去找素玄等人的想法 至于那烟惠梦 他根本就不认识 也没听过 于是 随可问道 天池山庄的庄主 苏莱赫时 池霍尔达道 一直以来 真莫大陆第一美女 皆出自天池山庄 星帝山 也有许多人先强者的道旅 都是出自天池山庄的女子 天池山庄这一代庄主烟惠梦的弟子 庄西悦 更是貌若天仙 惊艳动人 那烟惠梦本是想将庄西悦许给雷鸿吉 但雷鸿吉却背叛星帝山 他来这里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应该是想让星主和他的弟子庄西悦结为道旅 原来是这么点小事 莫无忌立刻放在了一边 来到真星后 他只有两个亲人 一个是曾经他相濡以沫的燕尔 还有一个就是他真正动心过的岑淑音 如今燕尔和他之间的记忆消失却是修为大仗 又跟随在劳练的北宿亭身边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曾淑音陨落在他的怀中 早已没人能够代替 对他来说 别的女子哪怕再漂亮 那也都是过眼云烟 再也不能让他动心愤好 就在他想着是不是继续回去闭关的时候 迟祸而忽然开口 星主修为似乎并未见长多少 不知可曾去过星主宫 莫无忌一争 随即问道 什么星主宫 他是星主不错 可事实上 他还真没从内心深处将自己当成过星主 无论是成为星主 还是来到星地山 似乎都是意外中的事情 好在星地山有一个星主风 这个地方可以让他修炼 所以他才留了下来 否则的话 也许他留都不会留在这 至于星地山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他还真的懒得去管呢 唯一利用职权做过的事情 就是通缉断门 然后将几名和他一道围杀 主取的人先强者提拔到了殿主的位置 再之后 他就选择了在星地山闭关 他知道星主殿 但这星主宫 他还真没听说过 这回轮到迟火而愣神了 好在他反应很快 当即就说 星主在闭关的时候 肯定没去别的地方看看 莫无忌点点头 这倒是真的 他在星主封闭关的时候 的确是没有去过别的地方看过 不过他的神念倒是遭过 知道星主封还有一个祭坛 那祭坛上的牌位有多个 在莫无忌看来 应该是星地山 历任星主的名字 而且他也的确看见了 持童和乌灵芝的牌位 无论是持童还是乌灵芝 莫无忌都不是非常的熟悉 至于别的星主 他更是没什么情感 所以他并没有进去过 不用莫无忌回答 持霍尔已经看出来 莫无忌没有进去过星主宫 他只好解释说 星主封的那个祭坛下 其实就是星主宫 那里有星地山的历任星主牌位 这些星主或破碎虚空 或陨落失踪 五星主因为要抵御异族入侵 一直没有时间去星主封的星主宫 所以也没有在星主宫留下任何东西 同样的 他也没有拿上一任星主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 星主宫有上一任星主留下的东西 莫无忌疑惑地说 持霍尔点了点头 没错 每一任星主在离开星地山之前 都会留下东西在星主宫 那些都是留给后继的星主的 莫无忌心头一动 他连忙说 持管事 你陪我去一趟星主宫 进去需要什么条件吗 只要星主带好自己的星主令牌 就可以进入星主宫了 持霍尔达道 莫无忌虽然知道自己是个临时星主 那星主令牌 倒也一直放在身上 于是他点点头说 那就一起去吧 是 持霍尔对星主的命令 没有半点质疑 星主风中 除了莫无忌闭关的所在 就只有一个祭坛 莫无忌和持霍尔进入祭坛之后 看见的牌位一共有七个 第一个牌位 乔敖轮 下面用小字写着 乔敖轮 开辟星地山 重整星空殿 星地山第一任星主 星主位 三百四十一年 破碎虚空 第二个牌位 秦屋 星地山第二任星主 星主位 七百七十七年 失踪 第三个牌位 乐天一 星地山第三任星主 星主位 四百三十二年 云落于星空战场 第四个牌位 楼川河 星地山第四任星主 星主位 五百二十一年 失踪 第五个牌位 寒黎 星地山第五任星主 星主位 二百六十三年 失踪 第六个牌位 持同 星地山第六任星主 星主位 三百四十八年 云落于星空战场 第七个牌位 乌灵之 星地山第七任星主 星主位 六年 云落于暗杀 七个星主 除了第一任星主 乔欧伦之外 另外六个 不是云落 就是失踪 这星地山的星主 似乎也太悲了些吧 墨无忌虽然没说话 但心里却有些不大舒服了 他是星地山的第八位星主 难道也要走上 不是失踪 就是云落的这条路吗 一旁的持乎尔 见墨无忌 脸色有些不好 他暗叹一口气说 其实 我星地山的第一任星主 乔星主 也是失踪的 为什么 墨无忌 惊异地看着持乎尔 刚才他还说 好歹有一个破碎虚空的星主 转眼就变了 持乎尔摇了摇头 老奴也不治啊 墨无忌只好说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你带我去看看持乡主 留下了什么东西 见墨无忌不再纠结这件事情 持乎尔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直至七个牌位的后面说 这里其实有个阵门 只要抓住星主令牌靠近 这阵门就会自动打开 墨无忌拿出了星主令牌 一走过去 果然一道阵门被打开 更为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 一道金色的台阶出现在了二人面前 墨无忌当先走下了台阶 这台阶不少 足足一百多阶 走到最后一阶时 呈现在墨无忌面前的是一个辉煌的大殿 这个大殿的豪华和壮观 根本不像是地下建筑 在这大殿的中间屹立着三个宝碑 墨无忌发现这三个宝碑上 前面两个都有自己的名字 蜘蛛而见墨无忌的目光落在这三个宝碑上 连忙说 这是三王宝 只有天宝地宝人宝三宝的历人第一 才有资格进入其中 墨无忌来真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三王宝倒是颇有效耳闻 他知道三王宝在星地山 只有星主才知其所在 没想到三王宝居然在这样一个地方 看见人王宝和帝王宝 自己的名字都排在第一 墨无忌倒是挺满意的 可当墨无忌的目光 落在了天王宝上的时候 立刻就有些皱眉 天王宝第一是楼破一 这名字有些古怪 但倒也不是让墨无忌皱眉的原因 他之所以皱眉 是因为天王榜的第二名 赫然就是主曲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